下一个 阿虾上面的那个 那个哥登马 就是阿虾上面的那个哥登马 知道我说谁吧 阿虾 阿虾上面的那个哥登马 知道我说是谁吗 下一个 就是阿虾 听到懂我说谁吗 就是阿虾上面的那个 超活跃的那个哥登马 知道是谁 我不评价人是怎样 我只能说一个有主业的人 一个有主业的人 一个有正职工作的人 天天活得像 住在网上一样 我只能说你有多闲 你都不用赚钱了吗 我跟你讲 我对他的瑞评就是 今天过来听我直播的人 今天过来听我直播的姐妹 还是预约的 明白吗 就是过来听我直播的姐妹还是预约的 为什么要预约呢 他们还要上班 他们上班 他们要上班 上班以后 还要考虑加不加班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得问我 姐姐你什么时候直播 这个才是真正社畜的状态 明白吗 社畜啊 就是社畜的状态 社畜的状态就是 姐姐你什么时候直播 我得看一下我加不加班 能不能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社畜 这个才是真正的社畜 一个有正职工作的人 哪有像一天二十四小时活在网上一样 我就想问了 我就很想问就是 就是 就是 他不用工作吗 对吧 然后一问以后你就觉得 我靠离谱 是不是 离谱以后你还打理他干嘛 对啊 你还离谱 你想 我靠这么离谱 他打理他干嘛 反向一下 反向一下对 你过来看 你过来看阿姐 你过来看阿姐的直播间 直播 你都要预约 你都要考虑你加班还是不加班 你有没有课 你有没有网课 你都要过来问一下阿姐什么时候直播 懂吗 居家的 居家的人也很忙 懂吗 对啊 所以所以你就想想 他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呀 他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呀 你就你就觉得 你就打个问号就可以了 哇靠 你就立马就 就可以不用理他了 对啊 人家直接摆烂的跟你说无业游民的话 你尊重人家好吗 就是如果说是人家已经摆烂的 就是直接跟你说 我 我 无业游民 你就尊重 你就尊重 OK好吗 对 你就尊重 人家人家直接摆烂跟你说 我 对 然后你们又跟我说 啊你们 你们你说一下那个阿眼上面的熊律师 其实其实我觉得熊律才是 那种比较正常路人的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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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 为什么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有空了 我会上来 呃 喵两眼那种实施政治我可能会队评那么两句 然后如果说这个事情我感兴趣我会帮你说两句 你不感兴趣我就不参与 我就不参与 其实那个熊律才是 才是比较像那种真正路人的那种那种律师 因为很忙 你没看也没见到他 就是说那种一天到晚的在网上 他也没空一天到晚在网上 是不是 是不是 其实熊律才是那种真正的路人 熊律 你给不给 给不给眼色都OK的 为什么 他是属于那种真的很路人 很路人的那种 就是他忙的时候他就不上来 他不忙 他不忙 他就 他就不上来 就这样子 然后他给你直播的时候 有时候他是做普法 他是做普法 就是他做普法的时候 你是可以听的OK吗 就是他做普法你是可以听的 但是如果说他锐评别人的话 你可以不听 因为锐评都是带个人情绪的 我经常跟你们说的 就是我今天晚上说的一切 就是带我个人情绪的 我我我我为自己的话负责 这个是因为是带了个人情绪的OK吗 对 这种你可以对比一下忙跟不忙 正常一下跟不正常的一些人 然后瑞评一下空气炸气锅 然后熊丽的事情就这么过了 还有跟那个那个哥登马 这个事情也就过了 就是想想都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然后别人又问我那个导演 那个导演 我跟你讲 那个导演就是就是就是那种 就糊到我我我我他站在我面前 我都不认识的那种 就是就是就是糊到我我都就是那种 就是就是这谁啊就是那种地步 就是那种地步的人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想想圈子里面的人 圈子里面的人 对他的事情是有一点忌讳的 是有一点忌讳的 但是如果说那个人能就这么跳出来的话 你自己想想看 他不怕死吗 他不怕死吗 有利有弊的呀 他敢说他敢说就有一定的代价 但是他为什么敢说也有一定的好处 所以就是这种事情这种人为什么要真情实感 我不是很懂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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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想想就是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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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代表做或者是一个代表做或者是在一个圈子里面 名声都不显的一个一个人 就胡到胡到人家都都说不出来谁拍了什么剧都不知道的一个人 你自己想想有名有利有权有利的一些导演 对这些事对这些事情都有一点都有一点就是闭口不谈的事情 他他他猛的出来猛的出来说支持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 那那整个圈子只有他是英雄吗 是不是只有他是英雄吗 只有他是英雄吗 所以就是想想就行了 所以我就不是很懂你们这些逻辑 下个月我就看不了了 没关系啊你忙你的嘛 我我我我我直播都是闲聊的 又不又没有说要要干嘛 又又没有说有什么重要事情 你有空就听没空就拉倒啊 自己生活为主 那个水王谁是水王我不懂 对呀根本就没什么帮助我就是很奇怪 根本就没有什么帮助我 真正有帮助的人已经神力已经隐利了 真正有帮助的人已经下线了 但是现在还跳跃在活跃在人前的那些人的话 你可想而知啦 可想而知啊 对该考试的就好好考试 该工作的就好好工作 就是有空就来听没空拉倒 而且就是姐姐这里又不需要 又不需要说什么什么流量啊 又不是说要你们刷礼物啊什么的 有空就来没空拉倒就这样子 你下个月要夜班啊 辛苦啰 上夜班很辛苦的啊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到时候上白班的时候 我可能那时候我也有空直播 如果说那时候我还在直播的话 你就多来听嘛 又没关系 王是谁啊 不懂耶 不知道这些人耶 不知道这些人耶 对于那个炸气锅是吧 你们想说那个狗东西 你们说是你们叫他空气炸气锅 我一般都是叫他狗东西 我都叫他狗东西 就是就是你你你我我狗东西那边的话 我的锐屏啊我的其实没啥锐屏 他的就是就是这狗东西的那个锐屏 就是就是一句 今天播到几点 我今天顶多到12点了 我可能不会再可能不会很多啊 不会不会直播太久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想说 你们不要刷他名字好不好 我都叫他狗东西的就是 就是那个狗东西 那个狗东西这些事情 其实其实我没有说去像你们 其实我觉得你们比我还懂 还懂他的背景 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有人还比我懂背景 因为我绝对我绝对相信有人去 扒过他的扒过他的那个那个背景 扒过他的背景 我绝对我相信绝对有人去扒了 但是所以我没有但是我没有看 我没有看我也没有觉得什么 但是我我没有了解他这个人的一个情况下 我只能我只能告诉你 就是跟钱扯上关系啊 再离谱也是合理的 对吧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在就是跟钱有关系的 再跟钱有关系里以后再离谱 他都是合理的 对啊我直播是长短无所谓的 我要是我我今天晚上几点到几点都都无所谓 就是就是十一点十二点都可以 我到我到时候该下我就我就下 没事我基本上是隔天或者隔两天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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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骗你们好辛苦好苦啊 我我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他怎么会骗你们的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你看当你看不懂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你看不懂看不看不懂一个人说话 他说话含含糊糊的时候的话 呃那就说明他这个人他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明白吗就是就是如果说你当一个人含含糊糊 含含糊糊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他就是不可信的 他骂跟不骂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觉得一开始你们就觉得信他了以后 我是觉得很离谱的一个事情 就是就是就是你们从一开始就就就就就信他的话 我是觉得蛮蛮蛮蛮痛苦的 我觉得应该多少是有点就被骗的感觉 多少是有点被骗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为什么会不是存疑的态度呢 为什么会是信呢 为什么不会存疑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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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如果说有一些人开始写一些莫名其妙 你都看不懂的东西的 你那那你就是不懂 懂吗突然间懂突然间看懂了 那就更那就更 你就更不应该懂了好吗 你最想他算中立他算什么中立啊 他第一天出来我跟你我跟你们讲 他第一天出来的时候 不信你们问我们房管啊 你不信你问我们房管就是就是他第一天出来的时候 他第一天出来的时候我就抬过他 然后我然后呃 变成我被抬了 这他第一天出来的时候我就抬过他 但是我但是现实是我被抬了 我因为我抬他 然后反而是我被抬了 所以我就是我就只能说醒悟过来也好事 醒悟过来也是个好事 对啊对啊我QQ还被举报了 举报了禁言的一个月 太惨了 然后然后你然后不给我打骂 然后一堆人来去去去去腾讯那里投诉我 然后我的我的QQ账号被封了一个月 对啊还得实名还得还得自证才才把账号给 他把我的QQ拿回来我的QQ好多年了 他他就是太惨了对啊 当初受委屈没受委屈不玩微博他随便他挂呀 随便他挂 不是那个时候 对对我还是还还跟你们说过 就因为台词在这个事情我踏了好多人的房 后面那一堆人 没有没有后面那一堆人投诉 呀就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啊 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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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只有一个两个两个地方的人才能做代言人 一个是他的他委托的律师事务所 他委托的律师团队才是他的代言人 还有他本人明白吗 他本人跟他的代理律师才是才是 才是他的代言人别人都不是 但是他的代理律师跟他本人才是才是正主啊 我希望你们就是懂点常识啊 懂点常识 懂点常识 什么常识呢 就来开始科堂 来开始科堂 普及一些常识 我觉得你们 你们应该就是应该就知道什么叫什么叫常识了 顺便给你们科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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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常识 常识的话就是一 一 合同 合同 合同的话是 你得看一下他签的商务合同 他是属于三方合同啊 还是说是 就是个人对商务那边的一个直接对接的合同 如果说是他直接对接的合同的话 你违规离合我的商务我去举报你的时候 是你一人来承担这个的 是你一人来承担 但是如果说是他签的是三方合同 他签的是三方合同的话 就是再怎么赔都轮不到他来承担主要的责任 如果说就比如说是你打打比方哲瀚的商务这块 打打比方商务哲瀚这块 他就算是赔的时候 应该也先是普林赛事跟工作室 这边是先去赔 哪怕没钱去赔你要先冻结 冻结完以后 他占的就是哲瀚属于第三方 他是属于占分比 他是属于占分比的 占分比就比如说你承担15%或者5% 你赔这个赔这个就行了 但是他这个代言费的话 他是跟第三方 就是说跟公司这边有经济合约 他是按照经济合约来收 来收的来收的那个那个代言费 所以就没有惨到说他要走路去北京投案 也没有穷到说烧鸭吃不了 有这些想法的人就就麻烦去给我 科普一下什么叫三方合同 什么叫合同法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常识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还愿的事情 还愿 还愿 所以我就说嘛 你们去看洗脑包的时候 你有常识或洗脑包洗不了的 而且会很可笑 就是 我是说有点常识 还有一个常识就是许愿和怀愿的事情 这个我 我起码是每一次直播我都讲 每一次直播都讲 我说无知 你无知的时候 我希望是你来跟我聊天 你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希望的一个是 你 你 怀疑的事情的时候 我希望你是先调查过 你是真不知道以后 你可以跟我讲 我可以给你科普 我可以给你科普 但是 我不希望的是 你查都没查过 了解都没了解过以后 又跟我来聊这个事情 又会觉得你很无知 明白吗 我是觉得很无知 很无知 为什么 因为觉得很常识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像还愿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是 到底是太年轻还是怎么样的 你要知道在中国这边 在中国这边 哪怕是从以前古老的时候 传承到至今 传承到至今 我们说许愿 如果说是你跟神佛许愿这个事情 你求财 你求财 你求财的话 如果说是你在庙里求财 你赚到的钱 你是需要去还愿的 还愿就是去那个寺庙那里捐香油钱 去捐香油钱 捐那个香油钱的以后 对一定要还你去捐的是香油钱 如果说是你去庙里求的是孩子 你生了小孩以后 你夫妻俩要带着小孩 去跪拜的 去跪拜去还的 如果说是你 你去菩萨那里求的是姻缘 求的是姻缘 你找到对象以后 你是要带着你对象 去那里跪拜还愿的 需要还愿的 所以你如果说菌子 他真的 他真的去 他真的去那个 那个寺庙里面求了 求了姻缘 那他是一定是会带着他老婆去的 好吗 这个是常识 所以你就不需要磕 不需要磕直接吞下去 因为这些是常识 你就不需要过 就不需要过我来我这里接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假的吗 这个是真的吗 这是假的吗 因为我觉得很无理头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常识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 会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要我过来批改这些作业的时候 我批的时候 我觉得很无语 为什么 我觉得是很常识的事情 他求什么 他就得还什么 明白吗 我不管他是求的是求子 还是求婚 求姻缘 对 你们 你们有 如果说是有点社会阅历 或者是知道一些宗教 一些宗庙的一些 一些一些习俗的话 就不需要来问这些 他自己有说求事业 自己又有说求姻缘 自己又说有求子 他说什么 你信什么咯 反正他如果说 现在他什么都得还咯 求事业他事业高 现在已经是好转了 他得去捐香油钱 他求对象 他求到了 他求对象 他求到了 他求到了 他也去还 又说是他求子的话 在现在或者是未来 他有的话 他们两个就去 就去 就去 就去还愿 他求什么 他还什么 你管他求什么 懂吗 你磕他求 你磕他求姻缘 他就必须得带对象去 他求事业 他必须去捐香油钱 他求孩子 以后他有小孩了 他就会带着对象 跟小孩一起去 明白吗 这个是常识 你磕什么就是什么 好吗 你磕什么 他就得还什么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 你们不要拿这些很常识的问题 过来问我说 是不是真的 很常识 还有一个就问我 他们山亚 他们去山亚 山亚 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说是有常识的话 就不应该问这些了 为什么 我之前也讲过 山亚 跟海南 山亚跟海南有什么旅游景点 山亚跟海南的旅游景点 一个就是沙滩 一个就是天文台 还有一个是寺庙 还有一个 就是天涯海角 就来来去去 就那几个 你跟你对象去 你跟你对象去 约会 你哪怕是你去海南旅游 山亚旅游 你都会去的这些地方 人家谈恋爱 凭什么不去 是不是 为什么一定要说 你姐姐你捶一下 我捶什么 我捶你个头 我捶你个头 懂吗 捶什么 捶什么 捶一下 捶什么 你去 你带你对象 你带你对象去 都能去 人家 人家两个人家 跟人家 对象去 人家就在海南那边了 人家凭什么不能去 这四楼 这些捶一下 捶你个头 捶什么 对 就那几个地方 就那几个地方 你想想 其实是带逻辑性的 是带 是带逻辑性的 海南那边 其实只有一个天文台 跟那个南海观音庙 还有那几个 还有一个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还有沙滩 这几个地方 是必去的 那就是说 如果你跟你老公 或者跟你老婆 或者是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你去海南旅游 你做旅游攻略 这几个地方 也是 也是你会去的 那你去的 凭什么人家不能去 所以如果说 他们去了这几个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人家在海边 放烟花 就很正常 就是人家去天文台里 看星星 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所以人家两夫妇 看过 看过 流星了 人家去守夜了 去那里看流星了 有什么不对 垂什么 这不常识吗 垂垂垂垂 垂 垂你个头垂 对啊 人家去天文台那里 去了以后 看星星就不正常了 垂垂 常识啊 常识啊 常识 常识 常识大起来 常识 给我刷起来 常识 对啊 每次都要我 都要我 要我 要我嘲笑你们一面 真的是 每次 每次做完以后 第二天来了还犯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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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来的时候 又问 常识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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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你老公 或者是跟你男朋友 会做的事情 人家也会做 只不过是人家 比你做的好 所以你 你羡慕 好吗 就是人家比你会谈恋爱 懂不 人家比你 比你会谈恋爱而已 懂不懂 就是 人家会比你谈恋爱 所以你才觉得离谱 对不起我错了 下次还敢 你 这个 黑椒嫩牛 每次都来挖坑 每次都来 每次都来 你看 你真诚 真诚 就是 你无非是 你没像人家 会这么谈 是不是 你无非就是 你不像人家 这么会谈恋爱 你同样也去 也去了山亚 一样的去旅游 你就旅游不出人家这种感觉 那你怪谁 怪你跟你老公不懂浪漫 怪你跟你男朋友不懂浪漫 人家去看天文台 能想到去写歌 你跟你对象去看 看过也就看过了 看过也就看过了 也就那样了 是不是 看过也就那样了 那你就是这么没情绪的 你有啥办法 就是啊 你就是这么没情绪的 你有啥办法 是不是 对啊 人家谈恋爱起来 不把人当人的 就是 你这么没人家会谈的 你有办法 这不扎心嘛 就是啊 都你一样的去海南这边去旅游 对啊 赖你自己跟你对象 赖你自己跟你对象 对 人家去旅游浪漫以后 心情好 人家给你们撒一下糖 人家 人家 就是心情好的时候 来一首新歌 你这 你谈恋爱没向人家 谈得明白以后 你就怪你自己了 你阿爸那个鬼机那里 不是有的吗 我们看了一整夜 这些不是吗 你阿爸 你阿爸秀完了以后 还出文案了 自己秀啊 自己磕 我都说了 你阿爸的那些文案 你是可以磕的呀 姐姐我走了明天早 拜拜 去早点休息 我知道你有课 你要上课 拜拜 拜拜 皆无所愿 拜拜 拜拜 对阿 拜拜 姐姐扎心了 那不是扎心的 我是说实在的 就是你跟你对象 没像人家这么会谈 所以你才觉得 哇怎么这么好课 怎么这么好课 都一样的是去海南 都一样的去人旅游景点 你就是没像人家那么会玩 你就是不像人家那么会玩 你真的怪谁 你跟你对象 也没像人家那么腻歪 好的 去睡觉的就拜拜 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 可能到11点 要么就12点 还可以随便聊 可以随便聊 对阿 你谈恋爱 就谈得不像人家 那么会谈的时候 你就不要怪人家 行部会议管到底的 前面没说下去 行部这事情怎么会不议管到底 那本身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起源的 肯定会一路到底 而且但是他具体是要怎么做的 我也 就是就是 是我我也打听不出来 我也不知道 行部是一定会管 懂吗 但是他这个事情是慢 是看尽度的 我也打听不了 嗯 其实轨迹那里 我看过那个轨迹 我是真的觉得 蛮像他们去海南的时候 的东西的 蛮像他们去海南的 里面的东西的 对你们 如果说是找对象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你 阿爸阿妈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下你 阿爸阿妈 如果说参考你阿爸阿妈 感情不稳定的话 我就觉得你们有问题 事儿这么大 我之前都说 都可能要连为单位了 哪有这么大的事情 你一周有一个消息 一个月有一个消息 说出来你都不信 你阿爸告一个黑粉 还是从去年七月份告到现在 还没有立法 这么大的事情 你自己想想看 哪有那么快 哪有一周一个消息 一个月一个消息的 想什么 还有一个解决问我 姐姐 你是怎么做到 注意力非常的专注 其实我是觉得 这种事情是需要锻炼的 并不是说是后天行程的 你做事专注 这个事情是需要锻炼的 怎么锻炼呢 我就觉得不要分心就行了 你这个事情需要锻炼的 我教不出方法 我教不出方法 我都说了我也不是什么人脉 这些东西都不是 对呀 你只要按照常理来 你要按照常理来 你就会 你就会发现我这边说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而且我早就说过 我也不是什么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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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是B圈的人 而且我也不是政府部门的人 我上哪去知道 但是我只是告诉你 你常识的事情 你要把很多事情常识化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好多行脑包都好无语 懂吗 寻博的那个官博怎么看 我就觉得寻博 如果说李老已经开始说了那句 他不照互联网以后 我觉得你们可以无视了 可以无视了 就是最近低调点好不好 就听话好 低调点好不好 低调点对 多低调点就可以了 你管他对 你管他 你低调点就行了 就是 他早说了 他早说了 老爷子早说了 以后网上没他了 没他就是 就是没有没有 他不会再有人 再有人代表他说话 对低调就可以了 我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我跟你讲 我经常不刷某音 我不刷某斗 我从来不关注某斗 一个很多的事情 就是 就是我真的觉得 有时候某斗上面 每次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说什么事情 很多事情长时都没有 所以我从来 我手机里面是没有某斗这个APP的 我是没有这个APP的 就是 就是 就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降致 很降致 但是 但是我身边的人都玩 我不玩 我身边的人都玩 我就不玩 他没有问我为什么玩 我就觉得很 很降致 我就不玩 你没发现一些 一些什么乱七八糟 那什么什么人脉 那些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洗脑包啊 要么是从某豆浆办 某豆浆办出来 要么就是从某豆出来的 某豆出来的 就 其实我都说了 是人是鬼 你们只要扒到源头 你们知道是谁 谁是人是鬼的 是不是 你讲道理 你一个正常人上网 就是没有人特地把这些东西 摆在你面前 你去关注吗 你也不会关注 就像那些洗脑包 就像那些洗脑包 你不去特地去关注的话 别人 要不是别人发给你的话 你也不会知道 那别人 我就想问 别人发给你到底是缺德 还是说只是想让你看笑话 还是说想让你知道 还是想让你知道 你得多问一下自己 就是 就是你本来就不关注的事情 你本来就不关注的事情 别人 别人 如果说你本来就不关注的事情 别人搬到你面前来了以后 别人搬到你面前来 还有别的事情类型 你就得想想看 你得想想一个事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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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想让你缺 他就只是缺德而已 还是说只是想跟你一起笑话 跟你一起笑 笑笑人家就行了 或者是他 他就是有目的 想让你知道 你辨别一下这个就行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们笑笑 一笑而过就可以 好不好 一笑而过就可以了 对啊 对啊 不是 我跟你讲 我有看过他们给我发的洗脑包 哇 我就很想 我很想问 就是那个洗脑包 蘑菇跟水母他们 他们信吗 哇 怎么 这个脑洞比你们产出还恐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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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己信吗 我觉得好佩服 比你们产出还敢写 你们产出估计都没有 都没这么大的脑洞 哇 好厉害 我觉得蘑菇跟水母好厉害哦 我都不敢想 对啊 我都不敢想 他们也信吗 哇 这么离谱的吗 他们也信了啊 哇 好离谱哦 这么这么猛的 对啊 我感觉 我感觉 你们产出都不敢 你们的产出太太都不敢 都不敢这么想 都不敢这么写 因为怕你阿爸阿妈拉黑 怕你阿爸拉黑 都不敢这么写 哇 蘑菇直接 直接来 直接把这个底线给拉到外太空去 对啊 我感觉 如果说是 咱们家这边 那个产出太太 写这么离谱的内容的话 我感觉你阿爸看看了以后 把你产出太太给拉黑哦 对啊 好恐怖哦 就是主要是这个样子 也能信了吗 我看的时候我就很想问 这也信的吗 哇 好猛哦 真的好猛哦 不一定是蘑菇水母 有可能是黑子吧 哇 这么猛 我现在这年头做黑子都这么辛苦的吗 还要还要还要 就是就是除黑 要黑他们两个 还要还要当产出啊 这么 这年头的黑子都都这么累的吗 就是这年头的黑子 这么累的吗 就是他他收这个钱 要干这么多事吗 其实我是想问那些黑子啊 就是他收这个钱 要承包承包这么多事吗 就是黑 两边黑 还要装皮皮 还要铲除 哇 这么辛苦吗 他收这个钱 要要 他收这个钱 要干这么多事吗 要多收点钱啊 我觉得这黑子要 要多收点钱啊 太拼了呀 别人家都不用 都不用这样子的 对 别人家都不用这样子的 他这边 他这边 他不多要点钱吗 哇 你看要装两边的维粉 还要装CP粉 还要带节奏 带节奏 带节奏了以后还要黑 还要黑两边 梦西庙 黑两边 还要带两边的节奏 两边节奏完了以后 还要鞋铲除 好累哦 姐姐我慢步 慢步云端 你要睡觉了吗 睡觉就晚安好不好 拜拜 我一会儿也准备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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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我是觉得跟钱有关的事情 我觉得你把我这句话吸烟客废了 每天都在幸福田 我觉得你把我这话吸烟客废了 真的 跟钱有关的事情多离谱都合理 吃不如 就是有点常识以后 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 真的很好笑 拜拜 去睡觉的拜拜 有去上班 要上班 要上班 要上课的都拜拜 拜拜 拜拜 要去睡觉的去拜拜 我们一会儿我们这边直播 晚一点的话 我们这边也散了 你们就可以先去睡觉了 拜拜 对我刚才我觉得 那个妹妹已经把这句话吸烟客废了 我觉得只要跟钱有关系 多离谱的事情都是合理的 对 对于现在本身就是经济又不太好 是不是 也难怪了 现在黑子都要携产出来 也难怪 确实 确实各行各业都挺冷淡的 拜拜 什么西洋气 还有这种产出的呀 现在这年头都这么累了吗 拜拜 拜拜 光照十年 光照十方 无所障碍 拜拜 拜拜 晚安 嗯嗯 晚安 漫步云端 拜拜 晚安 Supersan也要睡觉吗 晚安 没有 我跟你讲 我今天晚上是属于SupSupSup 今天晚上才4个钟 S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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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之前的时候经历过8个钟的 对 今天晚上4个钟是属于S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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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点点 就是还好 因为我们最高 我们直播间最高的 我们今天直播间最高的 最高的记录是8个钟 我真的好佩服我自己 你也8小时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你也8小时 我立马就是 我的思想立马就歪楼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思想现在已经在外太空了 这个车开的真的很快 这些俊子有什么事 你让他冲啊 你发现没有 我还是那句话 我还是那句话 我是说 如果说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 它是属于人山人海的时候 你把你的格局打开 你把你跳出一下 你跳出一下这个圈子 你跳出这个圈子来想一些事情 以后你就会突然间发现 发现其实 其实 其实他营造的那种人山人海的感觉 只是给你看而已 只是给你看而已 他如果说 他真的是人山人海的话 他为什么一定要拉你下 对 他为什么一定要拉你上水 为什么他不出来曾经啊 为什么会让这些人这样子败坏他的名声 你想想 如果说是 你的反向思维就是 如果说 哲瀚他能出来的话 这些人还敢跳吗 他不敢跳 所以这是 反面就说明了 他说他现在没有平台发声 那就说明这些人 全部都是借着他的由头来搞事的 这就是反向思维 反向思维一旦成立 你的所有的推断都是正确的 万变不离其中 还有的 还有概率学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即使批 进入这个圈子以后 概率学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学识 就是 你如果说你一旦会概率学 你就会很一目了 一目了然 谁是自家人 谁是水君 谁是黑子 一目了然 概率学 知道吗概率学 你们还知道我上次的时候 我教你们怎么做概率学了吗 还记得吗 还记得我上次怎么教你们做概率学吗 还记得我之前我上次教你们怎么做概率学吗 对他他反向他反向他你反你只要反向推理 你再想想 有我说他能出来的话 跟这些人还蹦搭个什么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 但是 反向推理来 这个案子 就是这个逻辑他合理以后 你可以用正向推论一下 那就是说现在他不方便出来 OK 对 你看新来的就没有听过 像七透就是我这边的老观众了 他就知道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 就经常人家会给你们感觉一种 就是人山人海的感觉 但是都没有 其实就说相当于是坚师 坚师我之前有科普过这个概率学的东西 就是十个里面 他有一口 有一个可能是真的没脑子 就是水母那边 可能是真的有一个 就是他转成坚师里后 他可能有一个是真的蠢 一个是真蠢 但是你要相信 他十个里面有一个蠢 然后九个都是骗子 为什么 那这九个骗子 他的那个骗子的动力是在哪里呢 是有人 是他存在一个利益链背后 他支撑的 所以我说你所有 你一旦看得懂什么叫 什么叫概率学理后 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山人海 就是都是水 都是水分 都是水分 都是花钱来的水分 懂吗 我们家 我跟你讲一个很很很现实的事情 就是我们家商务 就是橘子皮 橘子皮贡献的商务 就是很实打实的数据 对 就像杀猪牌一样 对 花开 花 花镜 花镜等花开 你还在啊 花镜等花开还在 对对对 他说的话很很对 就是像杀猪牌一样 对 你假的很 假的很 假的很 这些就是盖绿血 然后你突然间 你好像懂了这些 你就会发现 你就不会再忧虑说 这些黑子天天这样子黑 天天这样子黑 俊俊 对我们俊俊有没有影响 我都说 而且我 但如果说是你还是在忧虑这个话 我还是那句话 商务跟 商务跟资源这块 商务跟资源这块 非官宣不约 你只要不约 啥事没有 所有的事情 你阿爸会处理 你的阿爸会处理 对 切粉的大粉永远抢不到插牌 而且我跟你们讲 我跟你们讲一个 也蛮常识化的东西 我也跟你们讲一个 常识化的东西 就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有一些潮牌 潮牌他不开旗舰店 他不在某宝 他不在某宝开旗舰店 他也不在某东 某东开旗舰店 开自营店 是因为某东跟某宝的旗舰店 是需要一个是营业执照 还有一个是工商注册的 知道吧 他还要缴营业费 所以基本上 你们看到所有明星 有一些潮牌 除非他是非常正规化的 除非他是非常正规化的 他才会有 才会有我们的旗舰店 才会有旗舰店 但是如果说没有旗舰店 其实我发现 是绝大多数的潮牌 都是没有旗舰店的 知道吗 知道吗 因为所有的潮牌 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心思 长期经营下去的话 他基本上都是想割几包韭菜 就完事了 明白不 明白不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对 你看到有几个有旗舰店 是人家有心思 打算把他给做下去 但是如果说是他没有心思 做下去的话 他就会在一个是微店 还有个是小程序 小程序类型 因为微店跟小程序 他这两个 你会发现某某宝平台 跟某东平台 他刷单是很严重的 明白吗 如果说是被抓到了刷单 那个店小二处罚 店起来的话 他是掉转的 他是会掉转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是他在小程序 或者是在微店这些地方 他是可以刷单的 所以就是 我就打个比方 那个傻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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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绝对 绝对 绝对是不相信 他可以秒空的 你们懂什么叫饥饿营销吗 他会在 他会在一个 一个信息简的范围里面的话 造给你一种错觉 就是错觉 错觉就是 好多人买 你不买 那你就没有了 没有了 他是有这种信息的误差 然后 然后你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我第一批秒的人 带头秒的人 其实都会转手 他第一批秒的那些 所谓的大粉 他都会转手的 你知道吗 他都会转手卖 他其实也像那个饿饭子的 所以就永远出现 就是纸粉大粉 永远买不到东西 永远买不到东西 而且他会有 他是 他这些在小程序里面 出现的这些东西的话 他是 他是 他是可以刷单的 他是可以刷单的 就是 就是说 我给你一种错觉 就是我 我有一万顶帽子 我给你感觉 好像我一下子 我就秒掉了5000 还剩下5000 你买还是不买 不买的话 你下次就没有了 但是其实那5000里面 可能一顶帽子都不是真的 他就是他卖出去的 一顶都不是真的 就是 就是这些哪怕是被人家 秒出去的 又谁买单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些被 被割的韭菜 这些韭菜 这些粉丝来买单的 对 对 你看 星星抓光 1640 说这句话 是非常的本心的 是非常本质的 你要想想 如果 如果 这个傻帽 跟这个项链的事情 有真的 这么难买的话 为什么 为什么 就一定想要 我们这边的人去买 或者想要 我们这边的人去 去去去去 就是 就是他一定要 一定要 就是说 非非要你 就非要你承认说 这个就是 哲瀚 然后是哲瀚的潮牌 你就必须来买 你CP粉你也得买 你橘子皮你也得来买 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营造这种 营造这种说 这个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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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来买 为什么会营造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他那边的水分 数 数据的水分太大了 必须有人来买单 明白吗 我觉得买了的人 就是傻帽 买了的人就是傻 对 如果说这么抢手 不需要来 来来要 骂你们这些人 骂我们这些人 说你们明明就知道是 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哲瀚的人 为什么你们CP粉不买 CP粉不买 所以我就经常说 我就经常说 你们这群粉丝 你们这群粉丝 是是别人家 不敢要的明白吗 就是你们这群粉丝 是别人家不敢要的 人家要的粉丝 是要没脑子的 你们这群粉丝 是去粉谁 人家都不会要你的 那种 就是你们这些人 去粉爱豆 人家不会要你的 你粉那种很低调的 那些演员的话 人家 人家就当你是个路 你去粉那种爱豆 类型的时候 人家也不会要你的 为什么 你有脑 你有脑子 就跟人家是个壁 人家也不会要你 懂吗 你粉不起 是因为你有脑子 你就粉不起 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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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你对 怪你们有脑子 怪你们有脑子 所以你们才格格不用 所以人家才那么讨厌你们 人家才那么讨厌你们 就是就是就是 已经到了这种 就是我得不到 你也别想要的那种 所以猛黑猛黑啊 猛黑猛黑啊 这不是天天给你灌洗脑包吗 但就是就是 你有脑子 你有脑子就跟人家 是不是一个level的啊 就是人家人家嫌弃你有脑子 明白吗 人家嫌弃你有脑子 所以就是 所以现在就是 他那边的人 逼克的人就是又爱又恨 你知道吗 又爱又恨 就是因为你们有脑子 因为你们有脑子 你们就质疑 你们质疑以后你们就不买 就不买的时候 他们就骂你了 就说你明明就是小则 你为什么不去买 但是你们会下意识 下意识质疑 这个是真的是他吗 真的真的是他吗 你们会下意识的质疑 质疑了 你们就不会买 所以就是人家就会 就会骂你们 说你们啊 明明就是小则 你为什么不买 是不是 这是一个智商问题 对呀 而且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 很离谱的一个事情就是 就是其实你去查 你说股份股份 一分都就是一分都没有 为什么会觉得这钱 能到德汉的口袋里面 我是 我是真的觉得超级离谱的 超级离谱的一个事情 就是 是不是这个帽子戴上去了 以后就降置啊 我很想问 就是这个帽子戴上去了 以后是不是就降置 扛不住 扛不住了 姐 扛不住就睡了啊 俊哲多了 你就去睡吧 拜拜 赶紧去冲凉休息了啊 我这边也快了 对对对 要去休息了就去休息啊 要早睡早起 我也差不多了呀 我也差不多了 对啊 我有时候真的很想 我说这个帽子是不是戴了 以后就没智商了 拜拜 拜拜 我下一次直播的话 我会做直播预约的啊 我直播的时候 我会做直播预约 你们想知道我什么时候直播的话 你们就看一下我 有没有直播预约啊 看看看下动态就可以了 看下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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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有没有直播预约 我基本上是隔个两天 或者隔一天才会休 才有直播一次 因为直播要要抽时间 你放心 今天也才四个钟 我曾经 对我是广东的 我曾经熬战了八个钟啊 现在四个钟对我来说 说的是给暗谷 这个话说你你信吗 小米粒变化生 你说的给是暗谷 我靠说这话你信的我 哦 说这话你信的我 我就觉得好好笑 说暗谷 我还第一次听说股份这东西 还有暗谷 什么叫暗谷啊 我都不懂 我跟你讲 我算是被锻炼出来了 我从直播开始 每一次的直播 最少都是五个钟 有一次 有一次 上一次就是八个钟 谢谢我有再喝的 我有再喝 不是 不是 我现在 我是 我是时至今日 时至今日 我都明白什么叫暗谷 我无语死了 什么叫代词的问题 代词 我没听过这个东西 我没听过 我没听过什么 什么叫代词 有就是有 没有就没有 可能到十二点 也可能到十一点半 对啊 就是股份这个东西 股份这个东西是有带股的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今天 今天你开个公司 宝贝 宝贝 你这样子 宝贝 是因为你这边的话 还有一些 有一些官司纠纷 然后你不好意思做法人 然后我去给你做法人 因为我跟你 我跟我这边的信誉很好 然后我给你做法人 你给了我百分之 给我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百分之七十股份 然后你拼命去 你这个公司我持股了百分之七十 然后你拼命去给我赚钱 然后分红的时候 我持了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这个股份 这个钱是要给我的 我跟你讲 我当场发脸不认人 你去告我呀 懂吗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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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场发脸不认人 你去告我呀 你拿什么告我 靠高效 法律上面去注册里面的明 就是明明白白的 百分之七十股份是我的 你说我跟你的 我你说我跟你钱有协议 你拿了什么协议啊 我不承认我 我不承认我 你告不了的 我不承认我 有没有学法律的 有没有学法律的 告诉他们可不可以 我是不承认我 对啊 你你你你卖了一个亿 百分之七十的那个利润 那个利润的 除去个人所得税 除去个人所得税 你剩下来的盈利的 百分之七十是我的 这笔钱起码有好几百万 上千万的我上千万 我翻脸不认人 我管你是谁 我翻脸不认人我 口头协议 口头协议 你怎么不去 你怎么不去跟你妈说 你读书的时候 你妈说你读完书里 你考试一百分 他给你 他给你 他给你那个 买点东西 你每次考 你每次考完 满分的 我信你妈每次都给你 真的是 对啊 就像那种假离婚的 假离婚的那种说是要 因为限房嘛 限购嘛 有限购嘛 就是说这种说就是 假离婚的以后去买房嘛 然后一离就成真离了 这年头这种话 这种笑话 还有人当真 我笑的笑死了好吗 我笑死了 我第一次听做什么 听听见什么暗谷 什么什么 戴慈谷 戴慈谷 戴慈谷你行啊 你是戴慈谷啊 我转脸我就不认 我翻脸就不认 你不要用钱 每次我直播 来我直播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懂吗 就是就是 来直播间 来直播间 听到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来直播间 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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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要不要我那个 重新 重新看一下 卡了吗 这样子呢 这样子呢 现在好了 好了是吧 好了好了 那应该是刚才我不想 其实按到什么东西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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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就说你 呃 折慈他可能是一个 会是一个 稍稍天真 稍稍天真 可能稍稍心软点 但是也不是个蠢货 好吗 他真的也不是个蠢货 讲讲堂吧 堂这种事情 不是刚讲吗 不 不是刚讲吗 我觉得讲完以后 又讲一些比较现实的事情 都是按照你们的节奏来的 我都是看着你们 都是看着你们的弹幕来 来聊天的呀 我都是看着你们 我都是看着你们的弹幕来聊天的呀 什么叫 什么叫聊点 呃 聊点该聊的是 我觉得这些也是 聊 讲外太空啊 我靠 我觉得你们这些车开太快了 我都 我都没有什么东西 能能让你们一次性上外太空的 不是 直系亲属风险也很大 我都说了 就是 就是钱这东西啊 亲爹妈可能都有点扛不住 知道吗 就是 亲爹妈都有可能扛不住 你不要再谈这些这些类型 我觉得 可能天真 但是不至于蠢的 这个地步的 但是但是 如果说是他真蠢的 我当我没话说 如果说他真的真的犯了这个蠢的话 这个锅他自己背 好吗 如果说哲瀚犯了这个蠢 那这个错 他自己背 自己扛 姐姐走一个 走什么 我跟你们讲 我觉得群里面的小伙伴子有点过分 他们给我发了一个表情包 他们给我发个表情包 发的是那个酒瓶子的 我一开始 我觉得那个酒瓶子 没有什么的 那个 他有那个表情包是姐姐 走一个 那个酒瓶子的 那个 那个表情包 我本来我觉得没什么的 我本来 我看过去 我觉得没什么 对对走四个 我觉得没什么 然后后面我总觉得不对劲 我觉得这个表情包 好像不对劲 我一打开一看 哇 那酒瓶上面的图 我说 你们这些就是已经把 把阿虾的那个规则 摸透了是吧 我觉得这个图都没被夹的吗 这么猛 这么猛 我看我看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眼看的时候 我觉得没什么 然后我第二眼看的时候 哇靠 这个 这个可以的吗 这个可以的吗 这车就是 这不只是外太空的 这是去到外星人家里面的 就到了外星人家里面的 离谱的离谱的程度 而且是各种不同的知识 对吧 这个是个不同的知识 然后我就问他们 我就问他们 我就问他们说 这个有没有被夹 他们说 他们居然跟我说 在阿虾上面 在阿虾那里 还居然没被夹 这么猛 这么猛的真的是 我笑死了 真的是射的不行 这个已经去到外太空了 真的离谱到家 对 我跟你讲 我是 对 我是很无语 我就是看过来 我觉得这个表情 好像也没什么 后面我就不小心 我觉得不对啊 不对啊 我就放大离看 我放大离看 我去你们真的是有才 这些太太真的是有才 拜拜 拜拜 开心就好 拜拜 晚安 拜拜 不是 我是已经知道你们了 因为你们这五分钟 不聊点外太空的事情 你们是不舒服 然后那个十分钟 不聊点外太空的事情 你不聊 你们也能自己聊的 你们也能自己 莫名其妙的去的 莫名其妙的去的 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去外太空的 你们 我已经习惯了 我没有觉得 我没有觉得你们有什么 真的 我觉得你们如果说 不去外太空的话 我觉得不正常 你们这个真的 在我直播间都这样子 5分钟一定要一次 10分钟一定要一次 15分钟一定要一次 就间接性的 就是我哪怕我不 哪怕我也不讲 你们也要去外太空了 莫名其妙这个车 这个车速 就离谱 直接穿西的那种 穿西的那种 那种速度 对啊 很猛哦 这个酒瓶子 我现在都已经没办法 只是啤酒瓶了 5点是演唱后后台有吻戏 有吻 演唱后后面有什么吻戏啊 吻戏是在剧组啊 就是他们在5月4号 这个后台上面那里有接吻 很正常啊 都很正常啊 而且我们被带偏了 我觉得 我觉得武皇才是你们的本事 对 你们去外太空才是你们的本事 对 你们去外太空才是你们的本事 聊一些东西 估计就不是本质了 你们去外太空才是本质 看透你们了 就黄都不行你们 对 你们黄都不行 这些才是你们的本质 不计会 不计会啊 哪怕是现在也不计会 哪怕现在也不计会 哪怕到现在也不计会 哪怕到现在你们阿爸也不计会 我是说阿姐被我们带偏 没有 我没有被你们带偏 我觉得 如果说是 我跟不上你们的节奏 我跟不上你们的节奏的话 就是你们去外太空的时候 我就跟你们有 有那个 有那个隔阂 有那个代沟 但是 我发现好像我莫名其妙的也去外太空了 所以 也就这样了嘛 我算是被同化了 好吧 我算是被同化了 卡了吗 怎么 天天有人跟我说卡 有些就说不卡 你重进一下就可以了 好吗 你重新进来一下就可以了 五皇子役 那可以啊 五皇嘛 那就五嘛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 对啊 我打不过就加入啊 我现在就是啊 我现在就是 打不过就加入啊 对啊 我是真的对你们 没有没有 我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三蛋蛋的 但是我觉得好像 好像好像我也是个橘子皮 我都莫名其妙这个属性变来变去的 对我之前的时候真的跟你们讲些话的时候 是有点gap到你们的 现在莫名其妙就是你们讲什么八小时 什么六小时 我自己的那个 那个脑子啊 他自己已经 就是已经会自己去外太空了 就是你们突然间给我讲一些敏感词的时候 我突然间我自己自己已经去的外太空 就不需要你们开车好吗 就是我就离谱到了这个程度 刚才跟我说八个小时 我立马想到外太空了 走一个也是 就是老头山 不是我跟你讲啊 不是我跟你讲 我是真的觉得这两个人离谱 你知道吗 我是发现你们阿爸阿妈是真的有点离谱 就是以前啊 以前没没没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福德能守成这样子啊 真的 我是真的觉得这两个人离谱的 就是你阿爸跟你阿妈就是站在一起了以后 哪怕去拍时尚的啊 哪怕去拍时尚照 哪怕去拍时尚照 我们那边的摄影师也就吐槽他们两个 就不给人家巴拉他们的衣服的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哪怕去拍时尚照 他是不给人家巴拉的 就是就是拍一些就就就那个 寸衫的东西 它里面一定要有那个老头衫 那个老头衫 就是人家拍照的是很无语 就是说就是就是就是你阿妈 你妈你妈你妈最高的程度 就是穿一个穿一个背心了 你不能再再让他露那个腹肌的 他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就觉得很离谱 然后后面那个 然后我们就经常讲 我说我靠以前不是说露腹肌 说露就露的嘛 说露就露的嘛 这种是属于才是真真正正正的南菩萨 但是就是就算在一起了人家那种 就是人家接了婚的也是说露就露啊 这两个就比人家那种接了婚的还离谱 是不是人家那种接了婚的有身材的 说露就露的 他们两个人家都还没领证呢 就比人家那种领证的还离谱 对我说一说 我就说那个老头山肯定是批发的 真的每一件都一模一样都没见过 这就离谱 你最主要是你给他拍照啊 你给他拍照想巴拉一下他的衣服啊 他会不容自主身手打你的手哦 就是就是人家摄影师在那边给他 举那个相机举那个相机 举那个相机这样子 我给你们摆一下姿势啊 举那个相机说 举那个相机说 这样子跟他说 看下 来 现在你的表情是一个忧郁的 因为他那个摄影师他会引导他的表情 这个状态很好 来看上面 来看上面 好你现在心情有点忧郁 好看下面眼神往下 对他那个摄影师他是会做引导的嘛 然后就是就是 然后后面他拍拍照的时候 是会有摄影助手去去 可能是要巴拉一些一些道具什么的嘛 就如果说是你碰他的衣服啊 你碰他的衣服的话 就是他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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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好像是条件法上都打你的手 打你的手 就是就是 就会出现那种拍的 也就糊的那种情况 然后后面就说那种 那种菩萨图都是糊的 基本上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就你巴拉他的衣服 他会下意识的拍你的手 就是说我就说这个福德 真的其实不用这么满的 不是不是不是你阿爸不给 你阿妈也不给 你你你妈妈也不给 你妈妈也不给 你妈咪也不给 就是会条件反射的就打你的手 就是就是人家拍嘛拍的时候 就是就是他拍这一组照 就说比如说他坐在这里 他伸直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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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人是往后仰了嘛 往后仰了 然后他的脸上是往上看 但是那个时候 就需要他的那个衬衫 是开了两个领口 开了两个领口 露出胸膛来 然后他那个衣服是要往下面掰的 下面往 要往下面掰的 你们要 脑子里面要想象一下 我刚才形容的画面 我刚才形容的画面 就是人家要这么拍 我的摄影是这样子拍 然后你的人是这样子坐在这里 这样子坐在这里 然后你的整个身体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斜式的这个状态 你的脚是往这里的 然后你的人 你的手是撑着后部 撑着后部 你人是往上看的 但如果说是你穿衬衫的话 就应该是说你的衣服是往这里 往这里盖 往这里盖 然后他的领口是往下面露 往下面露的时候 他就会露出一个是V字型的 那个胸口这类型的 然后一般拍照的时候 一般拍照的时候 会有摄影助手 会帮忙拉一点点衣袖 拉一点点衣袖 让领口开大一点点 开大一点点 都会有摄影助手 来帮忙拉大一点点的领口 有跟过摄影棚的人 应该都知道 有跟过摄影棚 应该都知道摄影助手 要干嘛的 都会帮忙拔拉一下 把领口开的稍稍大一点 有点味道一点的 如果他拉的时候 你阿妈跟你阿爸 会调限反射的 打人家摄影助手的手 知道不 这个还被人家吐槽过 就是被人家摄影师 他助理吐槽过 你阿爸 你阿妈也被吐槽过 以前 你妈咪在的时候 真的被人家吐槽过 他们两个打人家助理的手 就是打完 就跟人家说对不起 就是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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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不要扒拉他们两个 你扒拉他们两个 就是然后本来那个主照拍得好好的 就因为他突然间抬头打了人家以后 那个照片就糊了 他就糊了 然后基本上那种那种照片是少见了 对对 是这样子被人家吐槽过的 就是就是不太给人家晋升 对对对 我觉得以后你们说以后 如果你们道歉的话 就是如果说是拍拍些时尚照的时候 的话你们是得跟你家摄影助理得道个歉 因为他们两个都有过这种情况 那个糊涂就相当于那个人影重叠了 这些这些摄影师不会留的 这些摄影师不会留的 就就就很离谱 知道不 所以所以你们你们有会好奇 解释你会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不是知道啊 是人家吐槽 是人家吐槽 人家吐槽才知道的 知道不 就是他们拍的这种情况 就是按理说 我们这种 我又不在身边是不知道 就是被人家吐槽了 知道吗 但是 他是被人家吐槽 我们才知道 所以我就问 我就说 我就想象 我就说 是不是两个都这样子 是不是两个都这样子 他说两个都这样子 就很奇怪 我说那不奇怪 你一对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你阿爸去 你阿爸去那些海水里面拍的时候 穿老头衫是正常的 他穿老头衫是正常的 南菩萨的时代已经过了哈 南菩萨的时代已经过了 不是 不是我好懂 不是我好懂 是真的听到人家吐槽的 并不是说我去特意去了解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就离谱知道吗 就如果说我讲到 有很多事情啊 有很多事情 不是你们提的话 我基本上是记不住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日常的东西啊 我觉得很日常的东西 我并不是需要 特地记得住 但如果说是你们点的时候 我突然间就想起来 别人有说过这个事 我就会跟你们讲 但是如果说你特地说 姐子给 姐子你给我发糖 我说发什么糖 我都不知道发什么 为什么 我常跟你们说 他们两个在我这里 也不过是一对普通情侣 我不会去特地记一些事情 但是不去特地记的话 不代表说我不知道 主要是这样子 懂不懂不 就是就是我 我经常都跟你们说的 就是我不会说是特地去记 他们一些事 所以你们也不要 经常来这里说 姐子发糖 我也不知道发什么糖 我也不知道发什么糖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 是很正常的 对 我觉得他们所有的事情 都很正常 所以但是 但是你们就经常会问我这些 就是如果说你们不问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从何说起 懂吗 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哦对啊 他那个有限 那个小情侣那套红色衣服 真的是 啊真的人熟了 果然不一样 真的好事情的 人熟了就是不一样 对啊 然后 对啊 对啊我们一会儿再聊一会儿 我就吓了我 再聊一会儿就吓了 你们看一下还要聊什么 对 顶多再跟你们聊个十 十二十分钟 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 也五个小时了 咱们今天呢 那个 咱们今天也有点创记录哦 快五个钟了 哇好厉害我们 是吧 你们很开心 你们很开心就行啊 你看我我们家宝贝现在在睡觉都已经打呼噜了 其实我给你投个稿 你投什么稿啊 我看一下啊 你给我你给我投什么稿的 我看一下实信啊 你给我投什么稿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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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点就好 你给你们看了 再见 就是图发不出来 是吗 你图发不出来 我一直在等 图发不出来就拉倒 是吧 图发不出来就拉倒 图发不出来就拉倒了 图发不出来 就算了 我们阿B也是会夹的呀 阿B也是会夹的 现在还有什么要聊吗 没什么要聊的话 咱们今天到了 咱们今天五个钟的任务到了 发图要回复一下 我看到有图吗 就没有看到 主要是你们发过来图 我没看到 我并不是说没有看 我有在看 我看到有新发过来的 我说什么没有 还有一些仪式不良 哇 你们这些人到底干了什么 Maggie 我感觉Maggie 你在吗 我感觉Maggie也被拦住了 我好多被拦住的一些私信 拦住的这些私信的话 我感觉你们问的问题 我应该刚才直播的时候 都有说了 都有说了 应该就不用再回你们了 嗯 我都有说了 我要先回复他一下 玲珑是吗 OK 来来来来 你你你我回你了 我我回你了 你发一下看看 玲珑 我我发了 我回你了 我回你了 你你你发看看 我看一下是什么 你这个你这个是缺德还是 玲珑你你你你你你你过来跟我讲 你过来跟我讲 你这个到底是是缺德还是还是正在发生的 呃还是正在发生的 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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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去的 还是只是跟我开玩笑 哇哇哇我的牙齿我都快笑掉了 我给你们念了 我给你们念 我给你们念 真的是我快要笑死了 我听见他说 他说有个有个母问 造谣两个男人 呃做爱怎么够 这个问题一出来 整个直播间都沉默了 有时候你看直播 看直播的沉默了几秒 又回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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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是缺德还是真的 你你你你上麦吗 你要上麦吗 你你又上麦吗 你你你不要上麦 你不要上麦的话 你不要上麦的话 我我在这边直接直接直接讲 真的好好笑 是真的 这是刚才发生的吗 是吗 刚才发生的吗 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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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我跟你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就是我再读一遍哦 就读一遍就是有个随母问 造谣两个男人做爱怎么告 这个问题一出来 整个直播间是沉默的 熊绿和看直播的人沉默了几秒之后 又恢复了正常 好笑吗 真的好好笑 不是不是真的很好笑 这个事情 真的好好笑 哎呦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真的好好笑哦 真的是 哎呦 说话那么有点水肿呢 我是熊绿 我估计不是 我跟你讲 不说熊绿这种专业 这种专业的律师 哎呦 估计应该是忽略的了哦 我跟你讲 我要是要是要是 要是我是熊绿 我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如果说他来我直播间问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好好好 好搞笑哦 真的是好好笑哦 好笑怎么问得出来哦 好好笑 不是我跟你讲哦 如果说这个事情不是当事人 不是当事人的话 谁告都没有用 不是当事人的话 不是当事人的话 谁告都没有用 你去报警吧 真的 这个事情只有正主能告 只有正主能告 只有正主能告 你阿爸阿妈还不如 还想你们赶紧 你们多点产出呢 我都会笑死了 哎呦 哎呦 真的是 主任连麦是吗 你来接 来来来 哈喽 哎哈喽 那个我在直播间 但是我 我截图 一期都没有 截住 一个人就是 沉默了 大概 大概 大概真的有五六秒 五六秒 这没人说话 不是 你把你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就是说一下 就是说一下 就是就是 是水母问吗 我想问 是水母在熊绿的 那直播间问吗 是的 就是就是 也被熊绿给看到了 是吗 是的 一直是说熊绿也看到了 我觉得熊绿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我跟你讲 还有很正式的回答他 你怎么 他们两个没有了 不是不是 你缓一下 你缓一下 别怎么说 别怎么说 怎么说 就是 还有人很正式的回答他 你怎么知道 他们两个没有了 万一有了 刀骨 怎么办 这万一够了 这有了怎么办 我谢谢他 你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你再说 冷静一下 然后你笑过了 你笑过了 你再跟大家分享 要好好笑一下 在在在在在 你说 我在 你说 就是 就这很好笑 就主要是我那个时候也在 就他他不是 就有一个应该是 应该是我们的橘子皮 他就这么说的 嗯 他就这么 那万一呢 两个正主正刀锅怎么办呢 万一怎么办呢 哎我跟你讲 就是就是有个菩萨 我们有个菩萨姐妹 就是也是一串 一串字母的 他他就 他给我有有截图 就是那个截图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的那个截图 我这个 直播间里面的截图 我这个更缺德 哎呦 吓死我了 我我本来说截图了 但是我一句都把手机给黑屏了 别有人截了 有人截了 给我发给我了 有人截图发给我了 我我这 啊行吧 我我我只能说 辛苦雄律了 真的 辛苦他辛苦他了 就是就是我也多少能明白 他他无语一点 啊从头说一下啊 从头说一下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熊律在开直播 熊律在开直播 普法啊 普法啊突然间有个水母问他 照耀两个人 两个男人做爱 要怎么告 熊律啊刚才解释不是说了吗 刚才解释不是说了吗 呃那个有回放的啊 有回放了 呃那个那个那个有有解释说 我感觉如果说你们上微博的话 绝对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以我们家缺德的一个程度 你们去微博绝对有人发 你们现在就可以去看啊 现在就可以去看 我绝对 微博绝对会有人发的 我像我们家这么缺德 肯定有人放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然后然后去的时候 他们说就是熊 熊律看到看到这条信息 以后就沉默了一下 以后再又讲了别的 不是 我觉得熊律估计 其实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 你们你们要去看那个 就是回放 就是你们可以拉到后面 大概就快结束的时候 大概五分钟左右那里 是吧 这真的以我对 以我对我们家这些人缺德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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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了解的话 微博那里绝对会有的 不是 我这问题是熊律是 是知道静江跟海棠的区别的 啊 啊 啊 行了 熊律经常看静江 你帮我一起 哎 那那那 哈哈 哎呃 行了 我们说笑过就算了啊 姐妹 我们就就先就下了啊 就挂了 拜拜 我跟你们讲这个事情啊 我可以很很很 我可以很很正经的回答他就是如果说不是正主去告的话谁告都没用啊 嗯 所以就是就是为什么可以告黑但是基本上也不会告我们家的人就是因为呃 做过了 呃 真的是 还有个是就是呃笑笑就行了啊 真的是笑笑就行了 然后那个 哎呃反反正 呃反正就嗯 没事没事 他他替人出柜也没有关系 正主不承认就行了啊 你不管他啊 你不管他 就是就是就是反正正主不承认好兄弟怎么了吗啊 好兄弟怎么了吗 就是怎么的吗 我正主不出就行了啊 哎呦真的是 不是不是我哎 我以前的时候我还觉得可能会会会有点稍稍正常的但是每次经过经过这种事情啊 这笑料多了以后我经常怀疑谁摸这个圈子谁摸这个圈子到底有没有正常人哦 别告诉我真的连个正常人都没了 拜拜拜拜要睡觉的爸爸我也要准备下了我也准备下了 拜拜然后那个也快到点了你们这边还有没有什么什么要要问的啊 最后有个问题啊 两晚我们就走了 嗯拜拜 这没有什么要问了哈 没有什么要问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今天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你看五个多钟了 哇你们也我我我感觉我们也是蛮能聊的 对我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到到到到那个 我看一下我我什么时候有空 然后我如果说是我有空的话 那个我就放个直播预约啊 你们到时候就直接点那个直播预约就可以了 就我大概是直播预约写的多少点我基本上都会来的哦 然后就直播预约在动态那里啊 就是动态那里啊我们下次见然后下次下次那个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直播再看一下时间啊你们看一下预约的情况就可以了 嗯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好拜拜 直播回放啊一会我结束完我就去看一下好不好 他们说做的直播预约的是有直播回放的我去设置看一下啊 如果说是没有的话你们去房管那里看好吗 我们房管有个小橘子啊 房管的小橘子它有入屏的啊 它有入屏的嗯 好晚安晚安 然后我下次下次我们见后我看一下什么时候啊 我会在B站这边的动态这里啊会有一个直播预约的啊 你们只要看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预约就应该知道我下次什么时候直播了啊 姐姐现实生活很忙啊 就是基本上都是抽空来的 好好好拜拜拜拜 如果说我这里没有直播回放 你们就去房管小橘子那里看好吧 嗯它有入屏 拜拜拜拜 不是我之前有发过直播预约的啊 有前面前面就有直播预约 你只要看进 你只要进进来的话 看到我的动态绝对会有的啊 拜拜 哎有个小橘子 有个小橘子 有个小橘子啊 你们翻一下看下房管就可以知道了啊 拜拜拜拜 晚安 啊做个好梦 嗯 拜拜 啊 他冒泡了啊 小橘子冒泡了 拜拜 我挂了啊 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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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